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再一次可以一起反思和思想神的话 感谢神 也感谢神我们进入了第21日再新的一年 就是2023年 明天就是春节的第一天 所以今晚大家一定一家人在团圆享受晚餐的三世晚 这里我首先祝大家春节蒙恩 希望大家更加认知上帝而更加爱上帝 我们今天要一起思想的主题是 父母 孩子 上帝 预备我们的心来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与感恩的心 我们要称谢你 应你一切的美好 不断地照顾 供应 保护 与安慰我们 今天我们在农历的 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 我们还可以享受一切 是你极大的恩典 谢谢神 主啊 这时候我们要学习你的话语 求你带领我们 可以明白你的话语 不但明白 愿以顺服的心 遵行你的旨意 我们感谢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今天要阅读的经文是取罪仪 创世纪22章 可是我们一起只读 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 神的话如此说 这些事以后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就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他说 我在这里 神说 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度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伊萨 往莫里亚地区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 把他献为凡计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被上女 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伊萨 也披好了凡计的财 就起身 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到了第三日 亚伯拉罕居目远远的 看见那地方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 你们合理在此等候 我与同志往那里去拜拜 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罕把凡计的财 放在他儿子伊萨身上 自己手里拿着火一刀 以色二人同行 伊萨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 父亲啊 亚伯拉罕说 我儿我在这里 伊萨说 请看 我一采 都有了 但凡计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 我儿 神必自主预备 他凡计的羊羔 以色二人同行 神的话读到此为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子关系跟上帝有关系吗 是的 每个父母都需要 意识到孩子是上帝 出于的礼物 孩子是 孩子不属于他们的父母 而是属于上帝 父母就要与孩子成功与佛 潜在于上帝的恩典 父母对孩子的主要质认 是让孩子认识上帝 如果父母认为对孩子的质认 只是提供足够的物质上的需要 预备好孩子找到能带来 更多金钱的工作 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家庭中孩子的存在 必须使上帝得到荣耀 因此 不足为奇 今天的圣经阅读 表明了上帝必须 优秀于孩子 上帝要亚伯拉罕将以赏 他从撒拉生的儿子 现为凡计 在自现事件中 亚伯拉罕向亚伯 向以赏表明 必须 顺从上帝 并把上帝据所谓 亚伯拉罕清早起床 准备现为凡计的材料 然后立即前往摩利亚地区 在那里 他要将以赏 现为凡计 当以赏问 凡计的羊羔 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想象 亚伯拉罕的痛苦 在这种情况下 他满怀 信心地回答说 上帝必预备 当他到达目的地时 亚伯拉罕终于 必须坦白以赏 将炫为反计 以赏没有抗议 很明显 亚伯拉罕就要以他的儿子 要全心全意地 将进上帝 并顺服他 然而 事实证明 上帝真的实现了 亚伯拉罕的信心 提供了一只羊羔 供羊 作为反计 带来 代替以赏 上帝的目的是 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 不是要搅扰 亚伯拉罕的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亚伯拉罕和以赏的故事 描明 一方面 亚伯拉罕把上帝放在首位 告一一切 包括 告一他等待了几十年的 孩子以赏 另一方面 亚伯拉罕希望以赏 对上帝有 积极的看法 并 继续尊重上帝 当亚伯拉罕最终 透露 以赏将被牺牲时 以赏不反叛的态度 表明亚伯拉罕 成功地教育以赏 尊重上帝胜以过一切 包括如果上帝要求他的生命 对亚伯拉罕以上的态度 上帝预备了一只公羊 作为反击 来代替以赏 如果你身为父母 或去嫁为人父母 你是否家定决心 要教育你的孩子尊重 和荣耀上帝吗 身为孩子的 你是否以孙福的 心尊重上帝胜过一切吗 来我们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从今天 亚伯拉罕和伊萨的 榜样学习 尊重你胜过一切 完完全全地相信你 包括 当你要我们牺牲 我们最尊贵的生命 我们也顺服 尊重你的意思 对你满有信心 因为你是绝对的神 当父母的 我们带领孩子 认识上帝 而且相信上帝 当孩子的 我们学习 顺服 尊敬上帝 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号 是奉号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我们以后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